银心不除 沉不可出 谁能真正降服 银欲心 在《贤瑜阴云经》中记载着这么一个典故 很久以前有一位大光明王 他管辖着五百个小国 有一天 大光明王乘坐大象出去游玩 这头大象突然淫欲心发作 驮着大光明王去追逐一头母象 大象在树林里狂奔 相师让大光明王抓住树枝才得以逃离 大光明王过险之后大发雷霆 想要杀掉这位相师 说他驯服大象做得非常的不好 差一点就害死了国王 相师说道 大象已经驯服了 只不过今天这头大象被淫欲迷惑住了 这个淫欲之心是非常难以调伏的呀 这个不是我的过错 希望大王宽恕三天 大象一定会回来 到时请大王看看我调伏大象的手段 那个时候如果国王再处我死刑 我万死不辞 于是大光明王就批准了 三天之后大象回来了 相师把七颗铁丸烧得通红 逼迫这头大象吞下去 大象不敢违背 吞下热铁丸就死掉了 大光明王顿时有所觉悟 就心声感叹 他感叹什么呢 感叹这头大象驯服得非常的好 像是让它去死 大象也不敢有丝毫的违背 但是这么驯服的大象 却控制不住自己的淫欲心 看来这个淫欲心比死还要难以对付呀 即使你不怕死 却不一定能够降服淫欲心呢 那么谁能降服淫欲心呢 当时有位天神就让这位相师回答大光明王 佛能调服淫欲心 大光明王听到之后就发愿说道 这么顽固难服的淫欲 唯有佛能调服 于是当下立愿 希望自己也能够修行成佛 从此以后 大光明王历励精进修行 未曾懈怠 直到今天终于圆满成佛 佛陀告诉阿难尊者 当时的大光明王就是我释迦牟尼佛 能言经云 淫欲心不除 沉不可出 淫欲是生死的根本 是轮回的原动力 也是障碍佛道的病本 众生在六道轮回里 生死轮转 根本的原动力 就是被情欲所迁 圆绝精云 一切众生从无实际 拥有种种恩爱贪欲 固有轮回 若诸世界一切种性 软生胎生 失生化生 皆因淫欲而正性命 当之轮回爱为根本 爱不重 不生缩婆 念不一 不生净土 我们修行 想要成就 想了生托死 超越轮回 必须降服 淫欲之心 下面 我们共同学习几个 降服淫欲之心 行之有效的方法 一 要认识淫欲的危害与罪过 下定决心 八大誓愿 彻底铲除淫欲 我们一定要清晰地认识到 淫欲是严重的烦恼 是轮回的根本 万恶 淫为首 淫欲造作的罪业 无量无边 有了这样的认识 我们要下定决心 立定志愿 一定铲除淫欲 并以此为重界 宁舍生命 不敢毁翻 如此便可止息 躁动的淫欲之心 二 佛说四十二章经云 欲生于如意 亦以思想生 二心各寂静 非色亦非行 这句话就是说 人的欲望是从胡思乱想而来的 不胡思乱想 就会归于寂静 而得清静心 明白了这样的道理 我们要一心念佛 要专心念佛 用阿弥陀佛 替代所有的妄念 所以断除淫欲 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 一心念佛 三 至亲观想 我们要把一切的难重 都当成自己的父亲 把一切的女众 要当成自己的母亲 生起慈悲杜托之行 而不能生 邪思邪念 这是真正的 放下邪非 四 视众生如佛 一切众生 本来是佛 我们要视一切众生 为佛菩萨的化身 生起恭敬之行 而不敢有 丝毫的歹念 五 观世音 普门门品说 若有众生 多于隐喻 常念恭敬 观世音菩萨 便得离喻 如果有众生 隐喻心中 只要常常一念 恭敬 观世音菩萨 就能远离隐喻 以佛咒的威力 拔除 无始节以来的 阴郁种子 冷云咒的功德 不可思议 能够 降魔得定 灭除烦恼 以及阴郁种子 如果觉得 全咒太长 可以每天 只持咒心 七 人一定要有正事干 千万不要闲着没事 无事生非 所以每天 都要刻定定额 念佛 拜佛 诵经 听经 每日功课 绝完不缺 还要随缘尽力地 去行善 修集功德 八 饭饱 思一遇 要少吃少睡 尤其是晚饭 要少吃 或者尽量别吃 这样既能减轻 肠胃的负担 保养身体 又能清净心地 用功半道 九 勤于锁链 勤于锁链 勤于劳作 把身体自然产生的精 都转化为 气和神 即无精可漏 睡觉时 也要保持 吉祥卧 即使在梦中 也不会 失去正念 十 不尽观 与白骨观 通过观想 自身 与他人身体的 种种污秽不尽现象 消除对欲望的贪恋 要常观白骨 常念 生死无常 如此久久用功 便能 清心寡欲 十一 法空观 薄若晶云 一切法 无所有 必尽空 不可得 当之 世间一切 不过都是 梦幻泡影 皆不可得 要 看破放下 熄灭一切 贪恋执着 灭除 淫欲 淫欲的果报 极其惨烈 现世极感 倒霉 运气差 泡钱财 被人欺负 卑贱 家庭不合 婚姻不顺 工作不顺 精神恍惚 自卑 恐惧 乃至种种恶极 死亡 等等恶苦之命运 若不真切忏悔 命中还会投身 地狱 恶鬼 畜生 这三恶道 备受煎熬 累劫难出 由于情爱的重负 在漫长的生死之中 我们造作了 无量无边的罪业 难以解脱 其心不隐 则不随生死相讯 我们要了脱生死 也必须从此了结 愿一切众生 了知淫欲的危害 借淫断淫 得身心清净 正无上菩提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